不要怕死,强人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全军发表讲话 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1月4日发表报道,标题是 不要怕死,强人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全军发表讲话 报道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对全国武装部队发表讲话 敦促军队展示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这是习近平首次如此对全军发表这样的讲话 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 他在河北省直接对七千多名军官讲话 在中国其他地方 有四千多个军队单位也聆听了习近平的讲话 新华社报道说 习近平要求军队具力打造精锐作战力量 随时准备打仗 能打仗 打胜仗 完成新时期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习近平有多个头衔 他是中国国家主席 也是中央军委主席 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 习近平思想去年已经写入中共党章 像毛泽东思想一样 在这里或许应当补充一下 世界媒体有关习近平在2018年元旦 刚过就要中国军人不要怕死的这种新闻来源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 新华社元月3日报道说 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训令 他命令全军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 坚定不宜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 作为中心工作 抓住不放 抓出成效 全军指战员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 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刻苦训练 科学训练 勇于战胜困难 勇于超越对手 锻造造之急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的精兵尽旅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声音演员 声音员